我是周玉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时间是7点16分29秒 我是周玉寇 欢迎您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今天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软实力 要为大家讲故事咯 这位高传奇老师 各位都非常的熟识 他呢今天呢 要来讲的是双城记 两两相依的城市意识 从过去探导现今城市的文理 其实这个有点呢 很不白话 就是双城记 大家听得懂 那就是两两相应 那心心相应的 相应的城市意识 然后还是请那个 很会讲话 很会说故事的 光传奇老师呢 等一下自己跟他各位来说明 他们最近所做的这项活动吧 高传奇老师呢 每次来节目里面讲到台北市的城市的发展的故事的时候 都让大家津津乐道啊 而且还觉得意味尽呢 好 今天呢 在8点到9点的节目当中 我们哈 有两项访问 一个访问 当然是看国际楼 各位 德国现在正在选举 而这一天就是9月24号 对于台湾的民进党来讲 9月24号也很重要 因为这一天要开全国代表大会 而在全国代表大会当中呢 所谓的陈水扁总统的特赦联署案 已经交送到全国代表大会 而昨天我们所专访的镇保卿委员 他所提案的民进党中央要联署自己的人选呢 也会送到全国党代表大会当中 所以9月24号很重要哦 这一天 在欧洲创下了非常重要的执政记录的梅克尔夫人 她会不会连任成功 而挑战她的人士 是一位非常特殊的背景的一位男士 等一下呢 我们请专家来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呢 也非常谢谢 等一下来到节目现场 这位教授 他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 也跟各位分析过 国际的政治情势 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 美欧所的研究员 汤绍成汤教授 这个梅克尔夫人 如果连任成功的话 那么她的政治生涯 所缔造的政治记录 将是无以伦比的哦 今天呢 有几个重要的议题 要跟大家来谈 不过再先提示各位一下 在今天的八点的股市分析之后 我要专访一位人士 用电话访问 他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啊 也是老友 杨献宏 为什么要专访他呢 是因为在上个礼拜的 礼拜五的节目的录影当中呢 另外一位我们的 众志评论出身的资深的媒体工作者 中年化先生说 杨献宏打电话给他 来陈述自己一件跟柯文哲 市长互动的一个往事 而这个往事 当时杨献宏被受委屈 不被各界所注意的这个故事 今天呢 杨献宏先生 要在我们的电话访问当中 自己现身说法 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杨献宏 他说 他在课文者的 说谎的情况之下 自己背了黑锅 这个黑锅又是怎么一回事 还非常严重的一个黑锅 那由于真相就是一切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请杨献宏 来跟大家在电话里面 非常短暂 但是可以很清楚的 把这个故事做一个交代 刚才我们的主播思琪 要跟大家提到 昨天在网络上有一则新闻 这则新闻是说 当郑宏青接受我的访问 提到了 课文者 这个敌人呢 比其他的敌人 还严重的这个状况 要强烈的 希望民进党 能够自己 民进党的台北市场 候选人的时候呢 柯文哲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提到了一段往事 而这段往事 似乎是在暗制 郑宏青委员 他好像是 万恩负义 这个往事的过程 到底是如何 其实很多人 不是非常的清楚 那当很多人 不是非常清楚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会有点 被这个真相的模糊性 给带到似乎在讨拍的 这位科文者先生 好像又真的要像网友所说的 他是要博得同情嘛 昨天很多人为了这句话 很生气 风传媒的记者 嗯 不知道风传媒上报 我再查一下 严正凯 以及周年晃 也就是主跑民进党 很长一段时间的 这位资深的媒体人 他们分别都在脸书上 把这件往事写了出来 我想转述一下周年晃 他的这个脸书的 非常精简的一个内容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是因为郑宝钦 他连署了 很多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要求民进党中央 要提名自己的台北市场人选 那郑宝钦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科文哲已经不属于绿营 甚至于他是浅蓝 深蓝到浅红 而他对于民进党的攻击 他的伤害力是大于敌人国民党 所以几乎他可以说 已经是敌人 而不是自己人的情况之下 科文哲不就事论事 他不对自己的背叛 他当年的初衷 做说明 甚至于国安会的讲稿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 他都拿不出证据 每天一个版本 从已读不回 到蔡碧如送给蔡英文文件 到有中间人送文件 到昨天又出现了 这是国安机密 他们说不能说 这个种种为了一个谎 而圆谎的滚雪球 一般的谎言 没有办法解套 所以就转移焦点吗 当科文哲说 他替郑宝庆站台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是 哑然失笑的 因为在2014年的 台北市长选举当中 非常多的人是被 一个正义跟素人政治的期待 所驱使 然后去帮科文哲站台的 郭正亮跟我私下 在line的时候说过 他说 哎 可可我们两个人都因为 替科文哲打气 而且替科文哲的选举成功 找了非常多的资料 对于连胜文 提出非常多的质疑 那连家还因为这件事情 把我们两个人都告上法院 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科文哲 一指郑宝庆 是忘恩负义的时候 其实 科文哲 所得到的很多人的回应 是恩将仇报 中间话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科文哲所说的 他替郑宝庆站台这件事情 有没有说出来的事实 民进党立委郑宝庆 领先联署 要在本周日全代会提案 鉴请党中央 明年自行提名台北市长候选人 面对这个动作 科文哲回答媒体 影射郑宝庆 万恩负义 恩将仇报 当初他选县长时 那他刮胡 应该是口误 其实是市长 那我还不顾科建民反对 去帮他站台 这是科文哲所说的话吗 科皮这招果然厉害 左打郑宝庆 右打科建民 可是他大概忘了 科建民当初是如何力挺 现在为了自己 竟然又消费劳科 他大概也忘了 郑宝庆是民进党内 最早公开呼吁 要礼让科文哲的人 究竟是谁 万恩负义呢 然后呢 科皮大概又忘了 在2014年1月17号 去帮郑宝庆站台 可是前一天 他去了哪里呢 哦 在2014年的1月16号 他帮另外一位候选人 郑文燦站台 那么科皮 你帮郑宝庆站台 有什么好拿来说嘴的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是周年晃 所说的事实 好 这一段呢 是昨天 柯文哲市长 接受我的访问的时候 他提到郑宝庆 对不起 是郑宝庆委员 接受我的访问的时候 对柯文哲有很多的批评 柯文哲 他的回应 让各界都非常的哗然 而言正凯 这位非常资深的 民进党的主跑的记者 他也写了一段 大概意思也是如此 好 最后 大概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谈一下 昨天呢 姚立明教授 他在两个节目里面 所说的一个 比较大家不知道的新闻呢 在姚立明教授 在新台湾加油 跟新闻追追追节目里面 他提到说 小英总统 对于民进党 要自行提名 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这件事情 其实在一个场合里面 是听到了 而且呢 还没有任何的 否定的回答的 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那在当时呢 姚立明教授所说的 场景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昨天晚上 我找了一个机会 把这个场景给还原 当然 我所访问的这位人士 他也是当天在现场的人 这位当天在现场的人士呢 他说 是这样的 因为小英基金会 在林泉来卸职之后呢 就有一个聚会 而这个聚会呢 是一位五院的院长 所招请的 这位五院的院长的家 就住在总统的隔壁 如果按照那个彭文正的说法 他就会把这个院长的名字 给讲出来 但是我不想 我想卖官子 很多人可能会猜 也大概政治行中人都会知道 在总统家隔壁的院长 是哪一位的啊 好 这位五院的院长呢 就宴请林泉院长 因为林泉院长是小英基金会的 那在 会中当然 姚立明教授是小英基金会 曾经参与过的 而我访问的这位人士 也是小英基金会的成员 他们就在讨论呢 聚餐的过程当中 小英总统知道 这位院长家有小英基金会的老朋友在参宴 他就很高兴地走过来参加这场宴会 在这场宴会的政治讨论的议题当中呢 就由小英总统主动抛出了一个议题 就说到底你们大家做代讨论克文哲 要不要礼让克文哲这个人 那究竟你们怎么看待克文哲 这位台北市长跟民进党的关系 结果现场很多人就抛出了他们的看法 结论就是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民进党应该提自己的候选人 而现场有一位非常重要的 跟小英非常关系良好的政治人物 说克文哲一再的说谎 那请我们等一下八点以后 再跟大家做说明了 谢谢大家